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为了鼓励戒指所收容人重新开始 与企业及学校合作开办了汽车美容建教班 提供专业技术帮助受刑人培养一技之长 希望透过完善的训练课程解决收容人回到社会后的就业问题 收容人出狱后经常因为无一技之长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难题 为了帮助收容人顺利回归社会就业 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新店介质所特别与金益权瑞胜汽车公司 以及台北科技大学合作开办汽车美容建教班 打造学以致用无缝接轨的训练环境 我们确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就是产官协合作 来对我们即将将来我们同学要离开我们这边的时候 能够带走一样东西就是技术 我们很多董事长们他发挥了很多的关怀 很多的爱心 愿意将自己的经验 愿意将自己的财力等等资历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些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现象 在汽车美容建教班开训典礼上 也邀请了国际佛光会新店总会 东森慈善基金会 人人银行等社会企业团体共同参与 希望能够借此获得各界回响 愿意将最先进专业技术带进监索 让技智所的收容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记者声听站们其余新店采访报道